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怎么看待犯罪的自己与他人 让今天11月16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你怎么看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耶稣进了耶里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 名叫扎凯 他原是税吏长 是个富有的人 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 但由于人多 不能看见 因为他身材短小 于是他往前奔跑 攀上了一棵野桑树 要看看耶稣 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 耶稣来到那地方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扎凯 你快下来 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 他便赶快下来 喜悦地款留耶稣 众人见了 都怯怯思议说 他进到有罪的人那里投诉 扎凯站起来对主说 主 你看 我把我一半的财物施舍给穷人 我如果欺骗过谁 我就以四倍赔偿 耶稣对他说 今天 救恩来到了这一家 因为他也是亚巴郎之子 因为人自来 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今天 耶稣清楚表明 他来到世上的目的 是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 耶稣也曾经对法利赛人说 我不是来照教一人 而是照教罪人悔改 可见 耶稣最深的渴望 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的罪 然后真心悔改 与天父和好 不管过去我们犯了多少错 只要我们转向天父 他都会再给我们机会 耶稣让我们看见 天父最重视的是悔改 及痛悔和谦卑的赤心 圣永吉第五十一篇第十九节 与天父亲近的耶稣 在扎凯身上看到了悔改的渴望 因为扎凯不但为了看耶稣 不计形象奔跑 爬树 还在众人前公开承诺 他将把一半的财物施舍给穷人 并四倍赔偿他欺骗过的人 耶稣在他身上 看见他充满悔改 过不一样生活的渴望 因此 耶稣向众人宣告 今天救恩来到了这一家 因为他也是亚巴郎之子 耶稣肯定扎凯身为人的价值 他是值得被爱 被救赎 被接纳的 即便他是个罪人 我们也可以反省自己 当面对我们认定的罪人时 如不进堂的配偶 整天玩电玩的孩子 工作懒惰的同事 脾气暴躁的老板 缺乏爱的神职人员 甚至是堕落的自己 我们的心是判断 鄙视 冷落 还是以耶稣的眼光 来看待这些罪人呢 让我们以信得相信 每个人都有潜力 被天父的爱与怜悯所感动 而展开不一样的新生命 而我们能做的是不放弃 不间断地为他们献上祈祷 及爱的行动 剩下的就交给天主吧 请品尝圣言 莫想税吏扎凯 被耶稣看见 接近的喜悦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为一位你认定的罪人 献上祈祷 或做出一件 有爱德的行动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天父 耶稣 请教导我 以你们爱与怜悯的眼光 来看待身旁的人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对天父 与耶稣有信心 知道罪人也能够悔改 我们明天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